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宇 原住民的狩猎文化 向来是岁石庆典中 最令一般人好奇的部分 不过大部分的人 对狩猎文化理解和原住民 有很大的差距 要不要开放原住民自用打猎 以及如何解决保存狩猎文化 和保育野生动物法间的矛盾 冲突 更让农委会和原民会是吵了六年 至今没有结果 究竟原住民狩猎文化 真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而猎人的精神变掉了吗 来看记者陈婷宇 赖炳环的报道 山上猎人失去了狩猎的地方 我要去山上 哪一些好像上天为我预备好的 这些东西 祖先留下了生活方式 成了碎石庆典中的仪式 你尊敬我们的文化 我们尊敬政府 因为你不尊敬我们的文化 真的有这个需要去说 为了生活去猎捕 这个野生动物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还是说我们在考虑精神 跟文化层面就可以了 羽山为伍的猎人精神 在时代巨轮和历史变迁下 正在消失 原住民的枪声划破极尽的业 惊动了不只是森林里的猎物 更掀起原住民狩猎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难解的正义 原住民抗议祖先留下了生活方式 进城的政府眼中 野生动物减少了元凶 这对以山为生 尊敬自然的原住民来说 很难接受 近年来原住民打猎 引发了抗争越来越激烈 主要是民国61年 台湾各地开始陆续成立国家公园后 和原住民狩猎区大幅重叠 而野生动物保育法 及原住民基本法更是互相抵触 在原住民基本法第十九条里头规定 原住民可以在原住民族地区 从事猎捕野生动物 采集野生植物及菌类 采取矿物 土石和利用水资源 等非盈利行为 但野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却规定 原住民从事猎捕宰杀野生动物 必须经过行政院农委会核准 互相矛盾的法令 至今无法有效解决 你只要有三枪或有灰鼠的 就突然那个保育就这样 那个一个原军不可能摆的 那个灰鼠还是黑的 你还要问他吗 那个灰鼠 你要问他说你是摆的还是红的吗 我在给你打 你可以问吗 那个原军意量就是启发了枪 你还要看那个你有没有肚子大还是小 没有肚子大 你还问那三枪肚子大还是小 没有肚子大 不可能嘛 我们从93年一直到现在 那原住民每年都有相当多的部落 提出利用保育类野生动物 那现在我们的处理都是个案处理 个案申请 个案处理 那其实这个规格已经降到保育类 已经像是一般类一样像飞鼠或者是野山猪这样子在处理了 除了对利用保育类动物的认知不同 原住民狩猎必须一个月前申请 也让以猎物除丧的文化难以延续 也是借由这个猎物的媒介 那个比如说失去老公的那个太太 她那个时候才能够借由这个家族里面的长者 去告诉她说 我们现在已经打到猎物拿回来了 然后你可以除去你的爱伤 你可以除去你的悲伤 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谈一谈的话 那那个时候那个人才能够出来 只要你打到东西 你还顿顿到三家那边去分享 现在呢 现在不敢 谁敢去打烈呢 就那个文化妈妈妈妈 夕阳妈妈妈妈会没有 其实你这样做是不大好的 政府这样 有时候三家可以去申请一天 也没关系嘛 你要申请 你要一个月前去申请 才可以去打烈 那你什么时候那个人死掉 你都不知道嘛 在法令无法解套的状况下 原住民和国家公园警察队 因为打烈认定产生了冲突不断 然而要找出对话方式 得先理解 原住民和政府部门对猎人和狩猎 这件事情的认知完全不同 不管它是不是叫狩猎文化 对我们来说 你们的国语在讲的狩猎这件事情 就我们的理解是 那个肉就在旁边 要的时候就去拿这样子 曾经在台北工作生活多年的高明志说 自己和许多年轻的原住民一样 在传统和现代文明交错中 失去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近20年才回到部落学习当原住民 回到山母亲的怀抱 理解并记录祖先的传承 而狩猎技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就地取材 一根竹子 一条细绳 部落长老熟练的杖梁 山枪经过的路径 每一种动物的陷阱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鸟你用这个就快了 如果是山枪的话就 这边要挖深一点 设置陷阱是一场对动物习性 了不了解的斗志大战 陷阱旁的小树苗和小树枝都有原因 狩猎在原住民文化中 代表多重意涵 路凯族头目说 狩猎是年轻男子成年的象征 猎刀代表男子的生命 在取妻时必须要把自己最漂亮的猎刀 献给妻子 对原住民来说 猎物是上天赐予的食物 要和全部落分享 而猎物的灵魂 猎人也必须带回祖离庙来祭拜 他的灵魂一定要带回家 为什么我们打到东西 无论戳掉还是做什么 一定要带那个头 要带那个头回来 那个牙齿 带那个牙齿回来 从民国93年开始 农委会和原民会 一直希望修订野生动物保育法 定定第21条之一的管理子法 来开放原住民族 基于传统文化 既以可以猎捕宰杀或利用野生动物 但关于狩猎阔籍自用 及个人申请的定义和争议 却迟迟无法达成共识 而且原住民现在他们很多 也不尽然都是自用 现在很多列不下来 也不尽然都是自用 也很可能是比较商业式的交易行为 这个对我们野生动保育法来讲 我们我们觉得是完全是 跟我们法令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你一直吃三香你可以吃多少嘛 对不对 吃不了多少 卖的那明朗呢 他给他引诱这个买卖 原住民就会去打雷 不仅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订 在立院朝朝闹闹 花了六年没有结论 另一个更棘手的议题是 原住民传统领域和狩猎区的认定 其实我们也希望原住民 原民会能够尽快地把传统领域订出来 这样子我们在核定范围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去确定说 我可以核定你哪什么样的范围 去猎捕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因为记忆是可以调查出来 从文史记录里面可以搜寻得到 那但是传统领域这件事情 真的还是历史悠久 所以很难 所以我想应该要更积极地去做一些妥协 各原住民应该也应该要懂得 部落之间应该要互为妥协 以前老人家没有那样 他会很清楚 你回来进化我这里 我们协调不行 只有主找嘛 对八十几年我们早就有发过了 但是他不可能给我们嘛 那是假的 他可能会给我们嘛 原住民的受力活动 在时代变迁 和历史政治变革的复杂因素下 从和自然互相依存的生活方式 变成了需要在庆典中 被保存的传统文化 试图寻找平衡点的野生动物保育 修地草案 仍在立院各方角力 原住民猎人真正的核心价值 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体现 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和对话空间